南投县于池乡有许多优质的农特产品 其中在投射村最盛名的就是丝瓜产业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加上农民用心栽种 让许多的消费者都相当喜爱投射村的丝瓜 而投射地区发展观光相当的有潜力 除了有活盆地丝瓜以外 也可以发展许多周边商品以及推动产业生机 理事长也指出 丝瓜非常的适合制作保养产品 因此地方的思维要进步 并共同为地方的产业来做推广与协助 我们自己能凝聚共事 我们投射就未来 我们投射 刚才说最重要的活盆地丝瓜 我们必须要照顾好丝瓜 我们另外去输口也叫安居乐业 今天有菜贵宝有菜贵水 那就是产业要升级的一个象征 我们现在知道说全台湾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们都知道 最重要的是叫美容产品 你想不到 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保养品是什么你知道吗 男性保养品 所以说时代力变 以后有机会也要拜托各级长官 对我们投射的关心较了解 不是只要提供菜贵而已 我们必须随着时代发展来产业升级 包括以后要拜托共受各自管主 帮我们推动的叫主要团的农村旅游 我们要串联整个投射盆地 投射盆地是包括 母亭产品都是整个叫头色 以后来大家合作 与直香农会理事长表示 丝瓜一直是投射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 这边所产的丝瓜 不论是品质或是口感都深受许多人的喜爱 再加上得天独厚的活盆地地理环境 因此深受许多消费者的欢迎 目前每年的产销成绩一年比一年进步 从一开始的运销量2600万 到今年已经多出1000多万的运销成绩 也为地方的农民带来许多的受益 期望农会的用心可以让农民感受得到 因为我们的头色菜贵 因为开航在这里比较自豪 有什么因为开航在上任的时候 我们投射包括我们的肥地 尊敬我们总共的尊贯 尤其是尊贯的素材 温销量在2600万 在今年我们破纪录 只有我们菜贵的贵要1000万元 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两年 我们做菜贵 相信大家应该感受到 我们的菜贵有点赢吗 有啊 有感到我们的菜贵有点赢吗 有啊 有啊 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机会 未来我们来的头色菜贵越紧越红 让我们越多人知道 我们的头色菜贵 也大家越来越爱吃 日馆处表示 日馆处对于地方观光相当的重视 目前在推动自行车部分 也有倾听地方民众的心声 因此三个月内 将由日馆处来出脚踏车的部分 并交由地方业者来管理 希望在三个月的时间内 来试试看成效如何 也希望日馆处用心推动自行车观光 地方的民众以及居民 也可以多多的配合 并且共同为地方的观光来做努力 这边跟我们来参加这个农业体验的外团以外 我也这边向这个头色的在地的乡亲 是大来上车说 我们这个头色 在我们家有开这个自行车道 今年也有做一些等会 LED的等会 接下来要来刷这个自行车 那我们在地人说 我如果要搭车自行车 要搭车踏车 我怕没人开门怎么办 那宫关主有听到大家的心里 所以 在这个9月15到12月15日 这3个月的时间 踏车踏车 宫关主来出 我们走30台踏车 那现场交给我们的社区 来经营 来试试试试 我们这个头色 是不是可以适合来 撒这个自行车 驾踏车踏车的外团 所以这边也要拜托 还有我们的乡亲市团 我们头色区的农民 如果再来 如果有人站在踏车踏车的时候 我们就让我们稍微尽量一下 让我们稍微尽量一下 大家欢迎这个车踏车 有机来头色骑 骑的时候 就会到一七件去看 去出头 也会去你们家 去高官 比如说去顺义那家 高官 去三个人家 来吃个冰 买一些东西 让大家的农业和这个公共 可以够合自己 这个也是教授 同学说的 希望说 这些农业和公共 可以够合作为来推动 这边 继续来发展 这次的农乐园活动 除了带领民众走访 试瓜田以外 也相当适合民众 一家大小出游 带领小朋友走进试瓜田 并且体验剪试瓜 做菜瓜布以及试瓜料理 民众也表示 小朋友没有体验过 因此这样的活动相当有趣 不但非常好玩又有趣 更可以让孩子们 亲自体验农村乐 认识石瓜产业 并且了解从产地到产桌的概念 让孩子们可以真正的知道 石瓜布的制作过程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网络上看到 他想说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捡石瓜的乐趣 因为我们在 他们小时候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想说带来 特别带他们来体验一下 丝瓜长什么样子 不然都只知道 煮好的东西 快乐 还有体验洗丝瓜 小孩子都玩得很开心 丝瓜 把皮去掉 然后纸拿掉 等一下洗一洗 你就可以回家 看洗碗还是洗澡 都很好用 赞 天然 无毒 环保 我没有 好好玩 就是摸到这个很舒服 我第一次用到 我们这是美人丝瓜 对 这是丝瓜布 老的丝瓜可以当丝瓜布洗澡用 天然的菜瓜布 你把它洗完 纤维 它的胸要洗掉 然后就把它晒干就可以使用 第一个皮要剥掉 然后它的皮剥掉之后 它纸把它敲掉之后 然后 然后里面会洗 要洗掉 洗洗掉 然后就可以回去就可以使用了 当然它有老的纤维跟比较年轻的纤维 老的纤维的话可以适合洗碗 比较纤维可以适合美农用自用 洗澡洗脸去饺子都可以 那是很天然的 很天然的东西 好玩呢 有吗 没有 先生跟你就滑滑的 纤维员贤明某指出 鱼池香投射地区的环境相当特别 所栽种出来的丝瓜也非常有名 更深受许多消费者的喜爱 销量也非常好 这次办理这样的活动 吸引许多人到投射地方来游玩 更为地方带来观光经济效益 协议员也相当感谢公所的用心 借由办理这样的活动 来让更多人认识鱼池香的丝瓜产业 我们鱼池香公所 最近办了一个农乐园 带所有的民众到我们投射 来体验我们的活盆地 以及品尝我们这边的丝瓜 大家都知道我们投射的丝瓜 是全国有名的 而且他们的销量也很好 能够带大家来体验 来品尝 是一项很好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平时自己也可以到投射村来 那个活盆地真的很特别 在上面蹦蹦跳跳 绝对不会下线的 那个跟其他地方真的不一样 而且我们鱼池香的丝瓜 尤其投射地区的丝瓜 真的非常的甜美 价钱也非常的便宜 希望大家能够来亲自体验 嫌疑员陈淑慧表示 鱼池香的投射村是相当知名的地点 这边的地理环境更是得天独厚 利用活盆地所栽种出来的丝瓜 非常的具有独特性 因此在公所的协助下 办理容乐园的活动 邀请民众前来体验丝瓜的乐趣 包括有体验采收丝瓜 菜瓜布以及丝瓜料理等 都对于地方农产有很大的帮助 相当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投射村 是生産这个菜柜 最好的一个好地方 因为它的天气和它的土壤 都非常适合来种的菜柜 那我们投射村 我们的检柜又有一个很有名的火盆地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湿地 所以是怎样 投射菜柜我们在这里会有水质 就是因为它这里有这个好的土壤 所以我们当时公所就非常重 是对 这个産业的推动 我们当时公所就来投射村 基本上就是农乐园 这个花团 要请很多幼稚 来到现场 采收到这个菜柜 在我们的河盆地面上 来做很多这个亲子的活动 热热 再教到这里的幼稚 拿到菜柜 要让我们来把它删 变成一条 很好的一个菜柜 菜柜是我们古早的 一个在我们厨房里用的东西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洗到我们的花团 但是它也可以做它就是说 我们在木屋的时候 做一种生活的时候 拿来做一个弱叉的一个道具 所以菜柜虽然很好吃 但是它的用途有多元的一个方向 今天我们去理工所 可以来基盘留这个农家乐 让这些幼稚 和处兵和争讨的人来这些参加这个活动 每个人都感觉说 要把菜柜 人后来水兵 洗菜柜 让它变成一条菜柜 这个过程都非常感觉 很趣 所以在这里反映我们所有好朋友 可以来投射村 来曼菜柜 然后来掂边 来把它洗到一条菜柜柜 拿回家中 做到我们一些穿件的一个道具 一个器具 先月王秋淑指出 日月潭火盆地丝瓜非常有名 不但有许多民众喜爱 跟办理许多DIY的体验活动 对于地方的农产有很大的帮助 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多支持鱼池香的投射石瓜产业 来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公司 所基盘的日月潭火盆地 菜柜的体验营 在我们的头衫这里来做举办 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块钱的菜柜 品质真的好 正在我们的头衫 以及到我们的母厅这两村 这些妇女大家都很辛苦 来栽种到我们的菜柜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菜柜 这些优质就是我们的土壤 土石是我们的活盆地的土質 所以做出来菜柜的品质煮不凹 口感很脆很甜 所以跟一般的菜柜 所以不一样 菜柜不是可以煮来吃而已 菜柜水可以来做化妆品 做化妆水 可以美容仰白 以及到我们的菜柜纤维老化之后 可以来做到菜柜堡 可以来洗碗 洗杯子 以及一些文创的艺术者 可以来把我们的菜柜堡 做成艺术品 让它呈现又不一样的给大家 所以希望我们的乡亲 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头衫火盆地 我们的头衫母厅来看看 来走一走 也有黄金海岸 希望我们的乡亲 可以来这些菜柜 我们这里有很多在地小农的农特产 都很多 欢迎大家可以来这里剃头 来这里走一走 可以选择我们很好的菜柜 鲜圆全文才相当肯定 主办单位的用心 而鱼池香投射 以产式瓜集合盆地闻名 透过举办大型的行销活动 来吸引人潮进来鱼池香观光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推广地方的农产 农乐园就是我们投射的盆地的农村体验的一个活动 广受我们县内或者还有我们全国的喜爱 因为盆地的特色就是说 它的地面是浮动的 最近由于它的生态的特别 所以我们县府农业处也一直推广了 种植一些比较有高经济的农业特色 像丝瓜之类的 然后今年又办一个活动 让他们能够在享受日夜团的风光明媚之外 也可以到盆地享受地动的感觉 还有品尝当地的农特产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用这种活动方式 也带动我们职业团周围地区的观光 还有让我们在地的农民有所受益 鱼池香投射村 拥有得天独厚的活盆地地理环境 所种植的丝瓜品质优良 也深受许多消费者的喜爱 再加上投射地区相当具有发展农村观光的潜力 议员们相当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办理大型行销活动带动地方的观光经济发展 也希望未来可以协助地方来推广农村旅游 让更多人认识地方的产业与特色 民意新闻邱品逸专题采访报道